茉莉花開 田間市場兩繁忙 這個收入比在廣州高嗎 高啊 這茉莉比在廣州還高 我們高了 差不多一天就是小 一千塊錢左右 不是一千 這是兩千多啊 大哥 茶香四溢 製作有傳承 產品有創新 我們的話要經過這個酒店 這樣的工序 就是在咱們傳統的 這個飛移的手工當中 對 茉莉花它是要酒薰的呀 對 新中式產品蠻快 已經在我們整體的銷售額 65%到70% 新品盆栽 產商分離 激活產業新勢力 我們統計出來 數據有120塊錢一瓶 預計2025年 明年吧 我們的銷售有望歡迎吧 今天的節目 讓我們一同走進 享有中國茉莉花之香美育的 廣西橫州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財有道 我們今天啊 來到了廣西壯族自治區 南寧市的橫州市 橫州這個地方啊 有一樣特產 可以說是享譽國內外 那就是又香又白 人人夸的茉莉花 大家可以看我身後啊 這條路上有好多的電動車 和摩托車 川流不息 他們要去哪呢 其實他們要去的 就只有一個目的地 那就是當地的茉莉花交易市場 每天下午4點半左右 這個位於橫州市教乙鎮石井村的茉莉花交易市場 便開始迎接十里八村花農的到來 能夠將一天辛勞的收穫 變成預期中的收入 是他們最開心的事情 在家裡種了多少 五母 五母 哦 可以 這個收入滿意嗎 滿意 滿意 最近一段時間是每天都有這些錢嗎 大部分呢 賣差不多兩千 今天賣了兩千 哦 開心嗎 可以啊 我來幫忙 我來幫忙 哇 真的好重 我一個手提不動 這一袋有多重 這個90多千 兩袋90多斤 兩袋90多斤 嗯 你昨天賣了多少 我賣了28 賣了多少斤 賣了多少斤 現在80斤 今天90多斤 差不多一天就是小 一千塊錢左右 不是一千 現在兩千多啊 大概 兩千多 你看一百斤 您從幾月份開始賣 5月1號賣到10月多差不多 走了我就賣花了 快去賣花 快去賣花 我幫你提過去 提到哪 就這 市場中有人急於變現 而有人卻在持花觀望 現在賣多少錢裡邊 28 你希望能賣到多少 最多29 這是一個小程序 5點33分 澎州的價格29 石井的價格是28 大橋也還是28 今天和明天不一樣 還是第一 這一天裡頭 這一天裡頭都不一樣嗎 都不一樣的 都五毛錢也好啊是不是 茉莉行情今次花價 好趕緊去賣 趕緊去賣 別耽誤人家 他們太厲害了 他們可以每時每刻的 就拿著手機刷價格 掌五毛 馬上就去賣 不掌 我在這兒等著 出來了 賣掉了 賣了多少錢 700 700多 今年的花價 總的來說 比去年高了好多 最低開價是27 然後最高的話是29 你看它現在剛才29 現在已經跌到28塊5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看這個 開價的情況 到了29趕緊賣 對 好聰明啊 我們也希望它長高一點 在橫中 每年的4月中上旬到10月中下旬 是茉莉花上市的時間 每天市場的開市價 會根據天氣情況 和茉莉花花蕾的品質而定 之後的價格 將隨著茉莉花經紀人 當天獲取的訂單量 上下波動 花農們 則可以通過手機小程序 隨時清除茉莉花行情 做到刺激而動 你這一天 大概要收多少 收購數量為幾 多的話有一萬多 有幾千億 你今天的目標任務是多少 我現在還不懂 老闆沒發話 看這個收入是靠提成嗎 不是提成 拿到手續 手續費 每一千給多少錢 五毛 還可以 還有四毛也有 你一天收多少 一天收我的一天有 一萬也有 一萬二也有 那一天幾千塊錢是沒有問題 有啊 要養工人啊 一八一八 我一聽您一直喊這個 年八年八 二十八塊 二十八塊 這個價格是誰來訂的 這是如果花多的話 就價格就要便宜一點 如果花少這個 這個往上傳 這要看今天花的多少 是嗎 還要看老闆今天要的多不多 對 會變嗎 會 隨時變嗎 跟小虎一樣 這一秒鐘和下一秒鐘都不一樣 對 這個來了 這個還沒称完 下一個也不一定得 這個差錢 上乘一個價下乘一個價 對 那這個花我看你也不看品質 一般都是每天都賣給我們的 都知道那個本機 都是熟的農夫 對 對 我看你們這全部都是現金交易 對 為什麼不拿網絡呢 因為它老人的話 它有的話不會用的 老人的很多都是用老人機 它不會用手機 今天準備了多少錢 十六萬八 拉開我看看好嗎 我好久沒見過那麼多現金 快又完了 快又完了 對 每天都這麼多錢嗎 對 每天都有十幾萬 我看你非常快地就把這個裝上車 接下來要送去哪 直接進場 直接進場 這不能停 為什麼 因為那花會產生熱量發高燒 花也會發高燒是吧 對 產生熱量 產生熱量 它總不需要開放 就是送到茶茶之前不能拿它開 對 哇 這可夠緊張的 沒理我就走了 每天市場裡的30個茉莉花經紀人 要為茉莉花茶加工企業 採購15萬斤左右的原材料 裝好車的茉莉花 要毫不間歇地被送往下一站 現在就是等於剛從車上卸下來是嗎 是的 哇 裡面熱的耶 這裡面有45度左右 對 會出現一個火燒花 所以說要及時地把這個花給攤涼 攤開散熱之後 我們再進行一個收堆 因為攤開散熱之後 它的溫度降下來了 花要達到37度的時候 這個茉莉花慢慢地開放 所以我們要進行一個收堆 然後再進行一個堆翻 把那個青草味水氣給散發掉 我手裡拿到的都是花磊 花苞然後把它養成開花狀態 對 養成這個虎爪狀的時候 這個香氣我們叫頭香才出來 散發出來 這個時候呢 這跟茶葉混合在一起 讓它茶葉吸收這個茉莉花的香氣 這個過程有名字嗎 這個叫刺花 就是養花的意思 我們兩個現在兩下應該都是汗 身上都真的是都濕透了 這個裡面真的是又熱又濕 其實是茉莉花在持續地散發這個熱量 是的 要養多久 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這只是其中的一道 我們經過重複的這個印製 才能做出一杯香品品的茉莉花茶 那麼現在我想仔細地了解這個工藝 還能了解 可以 這是我們一個非營記憶 恆州市現有茉莉花種植面積13.1萬個 當地倡導規模化種植 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 作為全國最大的茉莉花茶生產加工基地 恆州憑藉著優越的自然環境 為這裡的各個茶廠提供著花期長 品質好 產量高 香味濃 成為益的茉莉花 隨著時代的發展 加工技術的日新月異 雖然手工製作茉莉花茶 早已被產業化製茶所替代 但這項傳統薰茶技藝 被一直延續至今 經過幾個小時之後 它已經完全被養成了這種 胡藻狀 對吧 這個胡藻狀 其實就是指茉莉花半開放 已經開始吐香的一個狀態 對 哇 好香啊 真的 經過養花 刺花之後 它這個花香就完全都出來了 是的 是的 謝老師 我們這個環節 是整個製作茉莉花茶環節的 第幾個環節 是茉莉花茶製作的第二個環節 我們第一個環節就是採花收花 後面的話我們把花養好以後 就進行選花也就是篩花 把那些就是說不成熟的花櫚 小花櫚 現在我們幹的事情 對 要將它篩出來 篩除了殘留的花拖和不成熟的花磊後 就要按照1比1的重量比例 進行茶花拌和 這便進入了茉莉花茶的熏制環節 把這個蛙茶花拌和以後 我們就進行這個起堆 就是要起25公分高還是30公分高 我們要看當天的這個天氣 如果天氣就是比較悶夜的話 我們這個起堆的高度就要稍微低一點 比如說25公分就可以了 對 稍微涼一點的話我們可以起到 就是30公分 起得越高它裡面的內部溫度越高 起得低一點它溫度就會稍微低一點 對 這個茶它是怎麼吸收到這個花的香氣 因為這個蛙與茶拌合在一起以後 蛙不斷地吐出它的傷氣 然後茶葉它有氣孔 就不斷地把這個傷氣吸收到茶的心裡面去 而且這個花其實 它仍然是有一點點濕濕的狀態 對 但是茶葉很乾 對 它在吸收這個濕氣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就是把那個香氣先吸進去了 茶花起堆四個小時後要通花散熏 翻動茶堆讓溫度保持在38攝氏度左右 之後再次收堆蓄熏四個小時 才能進行茶花分離 其實經過八個小時的選擇之後 對 這個茉莉花的花瓣已經微微發乾了 發黃了 而且顏色有點發黃了 對 它的傷氣就是已經吐完出來了 吐到茶葉裡面了 對 這裡面放的是碳 已經蓋好碳灰了 對 但它其實溫度並不是很高 然後我們把這個茶 對 放進去 烘乾就可以了 我們在烘乾的同時 把這個茶葉的薯粉烘乾 又把這個茉莉的傷氣 流到這個茶的心裡面去 它除了有去濕 它還有故鄉的功能 對 我們的話要經過這個酒變這樣的工序 而且 就是在咱們傳統的這個非儀的手工當中 對 這個茉莉花它是要久熏的呀 對 而且每一個熏的間隔時間 要三隔三天 久熏 三九二十七 哇 這果然是 招收木熏重山透 茶成福衣滿秀香 茉莉花茶的製作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 採訪中 謝大哥告訴記者 花茶熏制記憶 在橫州已有上百年的時間 當地在發展茉莉花產業之前 他的祖輩們就用米蘭 枝子花 香樁花 熏制橫州細茶 並享譽粤港澳 入行近四十年的謝大哥 也在二零一九年 被評為廣西壯族自治區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 橫線茉莉花茶製作技藝 代表性傳承人 哇 好香啊 是的 茉莉花茶其實喝進去以後 感覺馬上的感覺 第一感覺就是齒頰流香 對 從你的整個唇齒之間到喉嚨 都是香的 對 都是花香 而且喝完以後就覺得 心裡很開心 對 很開心 咱現在喝的這一種 這是經過咱們的酒勳 就知道了 是的 我們會根據就不同的茶底 進行不同的這個運氣 有些是做到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甚至九次 這樣的運氣 對 我們的茶底有多少品種 我們的茶底的話 涉及到我們中國的六大茶櫃 那包括到西里蘭卡的西蘭茶 阿薩蒙茶這些 都可以用茉莉花來熏制是嗎 聽得出橫舟的茉莉花 已經做到了試茶皆可熏的層面 近幾年 依托這一傳統產業 謝大哥的孩子們 在做好一脈相承的同時 已開創出了新的經營思路 涼的 涼的 夏天喝特別的結束 清爽 很香 我還以為需要很熱的水 它才能激發出香氣 沒想到這個涼的它也很好喝 這個是冷泡茶 這些項目都是你負責的嗎 對 這個項目就是我18年 從法國留學回來之後 就開始去開拓的一個市場 這個市場板塊叫做 新中式產業板塊 在四個城市 建立了四大研發中心 給B站的那個品牌連鎖店 提供產業原料 給他們提供基礎的一些製作配方 他們也願意跟我們這種 源頭廠家進行配合合作 你回來開創這個板塊之後 我們整體的茶葉的銷量有沒有變化 從18年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茶飲的板塊是零 然後到現在的話 已經佔我們整體的銷售額的 65%到70% 在恆州 每四個人中便有一個是花農 這支30多萬人組成的龐大隊伍 為全球近60%的茉莉花茶市場 提供著優質原料 聖花時節 在烈烈驗日下 芳香花田中 他們將花香與汗水交織在一起 你這個有一個可以移動的傘是嗎 是 它是個傘架 我太聰明了 防曬幹活兩不耽誤 咱們這個花是多久摘一次 天天都有都摘 是不是每個月都有最多的一段時間 那個我們當地叫什麼 20多天 20多天 哎 看到了漏往這個月 28一斤的不能漏啊 這都是花蕾 哪一種可以採 哪一種不可以採呢 這個這 這中間兩朵都可以採 這旁邊的 這個要三天 這個要幾天才能採 哇 明白了 賣不了 就是只有這種大大的它熟了 是 你給這個茶商老闆 他給它它沒用 我聽你普通話說得很好啊 嗯 肯定呢 我都去廣東 那麼久了才回來 這個收入比在廣州 都高嗎 高啊 週末率比在廣州還高 肯定高了 到現在為止 今年掙了多少錢了 幾萬塊肯定有的了 我給他看看 他的衣服有空調 看到了嗎 在我衣服 在這衣服邊上都有個小電扇 幾個電扇啊 兩個 拿著遮陽傘 戴著反光板 還要穿上空調服 花農們都是想盡辦法 來降低勞動強度 傳統種植業固然辛苦 而有人卻另辟蹊徑 尋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正在打包是嗎 對 正在打包發貨呢 這些是什麼時候賣出去的茉莉 這些是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賣出去的 就是直播平台 有人一盆一盆都這樣買茉莉 對 賣了多少盆 你看我們桌面上大概有30多盆吧 我們總共賣了60多盆 這個榨值都超過5000塊錢 賣了5000多塊錢 那你能跟我說說這些花的價格區間是多少 現在我們這個新品種是一年到兩年的一個賞盆摘 69 這是我們養了六年的一個莊 我們成交價是580塊錢 你看有這邊嗎 這個養了六年這個養了快兩年 我是看就是一個大一個小的差別 是 但是其實這裡邊一定是有品種的不同 有年份的不同 甚至有花的香型什麼的各種不同在裡面 對 那你這個太厲害了 你這一年下來光賣這種盆花能賣多少錢 去年的數據300萬左右 究竟是怎樣的茉莉花新品種 才能產生如此好的銷售業績 我們馬上去了解一下 像我們這款叫做香菲四號的一個茉莉花 它的花香型是濃烈型 真的 好香啊 這個味道特別的香 比我們在花田裡的那個好像更濃一些 對 它這個三分級穿透力很長 也就是說這個其實主打一個香 對 濃香型的 你看看它有個珠子 所以我們花有名像保住茉莉 這個花好大呀 對 這是香菲三號 它的香型有不同 它好像比較清幽 主要的味道就是從這種淡綠色的花絲裡面出來 對 而且香菲四號它有個特點 就是花孤朵比較大 我們花友還稱是小玫瑰做成鮮花的手捧花 很漂亮很好看 這肯定是一個新品種 它是開成這樣的 對 尖瓣的甚至它的花孔都是尖的 對 所以花友們也稱筆尖茉莉 三菲二號的茉莉花它的特點就是 除了茉莉花香外 它要帶一點織茉花香帶甜 這三個下來 您有沒有發現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它們好像都是重瓣的 這種是不是更有優勢呢 花瓣超過兩成以上 叫重瓣 我們常見的常規茉莉是雙瓣茉莉 基本上是開一天就基本凋謝了 我們重瓣茉莉能開三到五天 你看這朵 已經開了兩天 它中間的這個尖尖剛剛打開 還要開兩天 對 還想起場了 我明白 沒什麼競爭力 我們茉莉花北方的朋友很喜歡的 但是它有個問題就是它過不了東 過不了零度 過不了東這個問題 這個客戶越來越少了 投資到種茉莉花成本太大了 茉莉花又種一年 才種得好 然後才可以賣掉 賣掉回本的利難又低 我們不斷地投進去 然後把家裡的錢都投進去了 家當都投進去了 缺錢啊 錢回不了 到處去借錢啊 到處去那時候很苦 缺少資金 銷售低迷 是很多創業者遇到的難題 就在經營的窘境壓得 壁東海喘不過氣的時候 當地政府和農科院的鼎立支持 讓它感受到了雪中送炭的溫暖 引建了銀行貸款給我 還免費呢 給我帶了幾十萬塊錢 解決了我這個機制性的困難 就剛好就渡過了那個南瓜 當年農科院就給我三個品種 每個品種就幾十顆苗子 按照我們以前傳統的方式 只有春天才能掀插 一年只有一個春天 對 然後防疫得太慢了 防疫一年下來 後來增不了多少量 後來農科院周家就告訴我了 我們要就說是大鵬 才能快速地去防禦這個魔力化妙出來 現在這個鵬我看起來 好像和外邊的不太一樣 你上面有一層 是吧 這是第二層 對 這個叫鵬中鵬的一個模式 它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牽插的時候有劈氣嘛 每一劈氣需要的溫度 光照 濕度都不一樣 還有不同的品種的各個指標都不一樣 大家可以跟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手插的 這個是剩一個月插的 就是六月份的手插的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從來沒想過 六月份也能牽插茉莫莉花苗 我先實現啦 設施大鵬的應用 實現了茉莉花 一年四季都可以牽插繁殖 這便讓畢東海的新品種茉莉花 迅速形成了規模化種植 通過與當地農科院的密切合作 如今 畢東海的茉莉花種植基地中 共有六個新品種 其中四個成為了 銷售環節的熱銷款 你們從什麼時候開始合作 我們是從21年就已經開始了 那時候我們還在讀書 這種產商合作的模式 對於你們年輕人創業來說 是不是一種很好的模式 是的 就是說年輕人的互聯網思維來說 就是說怎麼樣去 短頻快地去做實事 它生產了所有的茉莉花 根據我們市場調研 包括說我們市場的反饋 去慢慢地改進這些產品 多感啊 或者說一些更小的裝型 或者說更大的裝型 或者包括說 有的花友他喜歡獨感 獨感是多高 才是一個市場 大家喜歡的一個標準 各種成本都拉上去 現在我們的這個平均的這個售價 單盆現在我們統計出來 數據有120塊錢一盆 像我們的收益的話 現在基本上每個直播間的主播 都能拿到8到1萬塊的這個分量 我有更多的精力去 這個研防我們茉莉花的新品種 你看以前我們的冬天是零收入的 現在我們的冬天是有收入的 賣什麼 賣我們的冬天開放的茉莉花 這樣我們一年世紀都可以賣茉莉花了 一年世紀都有收入 你可以做年銷花呀 對 預計2025年 明年吧 我們的這個銷售有望翻一翻 一朵小小的茉莉花 不僅是恆州傳統產業的赤富花 而今更是拉動多個產業 共同發展的動力花 構建起的以茉莉花為根基的 生態產業集群 為恆州的新發展 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綠色動能 與芬芳活力